鏡頭轉回國內 健身品牌體育人文創 常年在高雄 臺南以及臺中經營 健身房還有兒童運動課程 不過一月底 公司王姓負責人突然失聯 連帶公司也倒閉 導致大約五十名員工教練被欠薪 超過簽名的學員家長 每人平均損失一萬多元 今天在明代陪同之下 控訴業者是惡意倒閉 招牌還沒拆 但鐵門拉下人去樓空 高雄其家的體育人文創 不僅拖欠十二月薪水 王姓負責人一月二十六號 更失聯 公司也倒閉 求助無門的員工跟家長 五號下午在明代陪同下 召開記者會 體育人文創以兒童運動課程 在家長圈文名 吸引許多家長報名 據瞭解正職員工砸成懶教練 約五十人都被欠了一到兩個月薪水 欠薪合計至少一百五十萬 部分主管迫不得已掏腰包 墊付教練薪水 受害家長至少一千人 平均損失一萬多元課程費 最高三萬多元全部退費五門 在一月底收完錢沒有上到任何的課程 公司就倒閉了 這已經不是單純的消費糾紛 教練都沒拿到薪水 然後公司老闆就跑了 然後還能不能再上課這樣子 家長指控業者明知財務狀況不佳 去年底還以低價招攬家長去買課程 分明是惡性倒閉 但業者僅在經發局做商業登記 為健身房 也不算短期補習班 運發局及教育局均無法可管 受害者眾多 臺灣消保協會站出來表示 院協助打團體訴訟求償 明代則認為高市府 應自訂法規防範漏洞 同時也呼籲負責人趕緊出來面對 記者稱歡迎許正俊 高松報導